畫面中央兩名男子在大街上 你一拳我一腳互相拉扯扭打成一團 接著其中一位丟出煙火 煙火炸開發出強光 整條界煙霧瀰漫 畫面左邊穿外套的男子 拿著球棒狂毆對方 兩人一路從畫面裡打到畫面外 唱面相當火爆 這起暴力鬥毆事件發生在宜蘭原山鄉 18歲零姓男子欠 19歲無姓債主2萬元遲遲不還 引起債主不滿 兩人相約談判 當天凌晨雙方各自帶朋友助陣 雙方談不攏結果大打出手 三個這一個 抓回來這裡 第三個一探很大的 很大的急血 無姓債主討債不成 還被對方搶走球棒 頭部受到重擊 爐內出血 胸部氣胸 右腿有30公分剑骨刀傷 目前還在加護病房觀察當中 零姓男子下手凶狠 連鋁棒都打到凹陷 打完人後 零男立即跳上朋友的車逃逸 警方獲報後成立專案小組 將參與鬥毆的7人逮捕 以殺人未遂 妨礙秩序傷害等罪嫌送辦 另外焦西則發生 一起Uber司機烏龍挨打的事件 起因是一對男女疑似友 曖昧關係 當天女方與友人在餐廳吃飯 男方友人卻在這時上門理論 於是女方叫了Uber先離開 沒想到男方人馬 誤以為Uber司機是女方男友 將車攔下暴打司機 警方目前已將張信為首六名嫌犯 依妨害秩序移送宜蘭地檢署偵辦 記者林一生 張智人綜合報導 記者林一生 張智人